中一尾 中二頭的時候開始做 我想大概是七位數字了 計算這裡的賣物 家裡現在接近五十支長頂 還有五十支Hedgehog商 由中一開始用十年時間賺了過百萬 現在家裡最貴的頂都值六位數字 第一要做到環保 這些樂器要找到一個新的主人 他們會善用 不用浪費了一件樂器 有很多學樂器的同學 他們會轉樂器 轉樂器的時候有很多樂器會浪費 那時候我媽媽沒有錢賣樂器給我 其實我們不是很有錢的家庭 如果我做這件事 找到少許錢 我自己可以買到少許的樂器 自己供給自己 我記得第一支大約七百元買回來 因為那支就比較殘 所以收得很便宜 做完賣出去 我想大概未到二千元 原來是有一個市場 之後就開始自己這樣做 如果香港的二手樂器 應該暫時只有我一個人做 仔細地清潔過 消毒過 我們才會賣出去 二手樂器已經有二十多三十個牌子 有三個是我自己商量出來的全身代理 我們樂器的生意 真的不太穩定 有很多季節 我試過幾個月 一單生意都沒有 我現在主要的學生 除了老師之外 還有學生 也有家長會找我 眼紅 無論如何都一定會眼紅 無論如何 就算中學大學也好 也有控制不到他 怎麼想怎麼說 他把嘴巴放在他身上 最重要的是做好自己 要一個人信服自己 你要適合一個很穩重的形象 比較成熟 而且你要展示給他 你真是懂的 其實我上年也考了LT 演奏級二級 我也是成績的 我都有分別的成績 家人在金錢上和想法上沒有幫過我 他們主要是幫我出去地鐵站交收 其他人跟我媽媽說 他才知道 你也是讀書好 你怎麼交這麼多東西 搞得分身 但是我自己又覺得 為什麼不可以兩人同時進行呢 其實他到這個時刻 他也是不贊成我做 他經常叫我好好讀書 積蓄就真的不多 通常我有積蓄就拿來買 我的錢是分得開的 樂器就一筆 就用這筆錢不停分大 我本身有玩相機的那些 就拍照 我那些就可能由兼職 拿錢出來買 還在鳳縣木鐵部屋 做兼職 如果說其他地方擺錢 我想就要趕到上大學 我拿書籍 我又不敢說自己說厲害 不過真的不差 都沒有什麼說 怎麼特別平衡時間 我都是自己一個 絕對戰爭 可能交功課前 一天才會做那些 畢竟畢業之後 其實我現在都還沒想定 我可能會繼續讀上去 也可能會出來工作 拿一個最大的利益 一定是另外一個 可能有一份全職 另外一份兼職 就是另外一份兼職 就是做音樂這類東西 我又覺得不一定是一個大學生 我覺得最重要是看心 如果你有心做一件事 你還是會成功